正对高雄车站本应该是黄金商圈店面 却是租屋招牌比什么都抢眼 邻近的建国路电脑街更惨 铁门紧闭随处可见五颜六色 足手布条莆田盖地 正值暑假忘记商圈店家生意却是冷冰冰 差很多 人潮都差得快一半 以前的话几乎暑假的话都快没车 今年的话还晒很多车 应该是商圈转移了我觉得 店家如果撑不下去会一间一间倒 因为这边的商圈越来越不像从前 所以也没办法负荷 这边房租又那么高 商圈人潮稀稀落落 有些店家等不到神医上门 干脆改批为夹娃娃机店 以往热闹港督如今变得如此冷清 探究其中原因 最近三年高雄市人口减少将近五千人 新决江商圈位除了新兴区 也减少了超过千人 人口明显外移 少了买器 店面关了 租金行情更是一路下滑 跌幅来到两成五 都是呈现衰退啦 目测都可以看到 高雄的薪水普遍都比台北低很多 年轻人在这个城市 他是找不到什么工作 店面的话 一看投报 二看增值 如果这两边都不看好的时候 住手就会多了 说穿了人口会外移低薪还是主因 过去特色街区随着消费习惯改变 必然得寻求转型 然而商圈荣景不再有目共睹 拼金记也成为年底选举主要战场 回忆新闻林维凯 张远春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